那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呢 是我们在复活节前最后一个主日 那么复活节呢 是我们基督徒纪念我们救主耶稣 他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 这个历史的事实 让我们去思念自己的生命 和我们面对着神对我们所付出的 我们应该怎样去活我们在今天的生活 那么对基督徒来讲呢 回应神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爱呢 就是我们把他的爱和他的真理 我们能够传扬出去 那对我们基督徒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要有个宣教的心 那么今天呢 我们非常感恩呢 我们请到了国际关怀协会的黄亮宇长老 那么国际关怀协会呢 是2002年在美国和台湾同时成立的一家 以拆派和关怀教导为主的 这样一个我们华人的宣教机构 那么我们每一个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在你的担当家业里边啊 有一个他们的详细介绍 那么黄亮宇长老呢 那么他是在我们纽西兰的国际关怀协会的总干事啊 那么他从事宣教工作呢 一生啊 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已经是从事一生之久了 那我们下面呢就把时间交给黄大老 好 黄大老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刚才贾牧师说我年纪不大 等一下我有机会让你们知道我年纪有多大 真的是要一开始就代表我们拆会的会档 让李秀全牧师和我们所有的同工向大家论安 特别是想到去年的五月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纽西兰的分会有两年的一个特别的感恩聚会 谢谢我们NOSCO金星会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 不但是很慷慨的让我们使用这个正堂 也把副堂让我们一起来使用 再一次在图里面谢谢NOSCO金星会 那刚才我们的同工带我们一起读了天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 其实从天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天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历史当中 是被人称为一个典范的教会 假如你在回应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 那边说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大难之中 其实对天撒罗尼迦的教会 当时他们面对的一个困难 就是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 就面对犹太教徒所挑起的暴动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撒罗尼迦的教会 自从他们领受了这个正道之后 他们不但是领受 而且在刚才这段事情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改变了自己 不但是改变自己 我们也看到他们将神的话 神的道就向外散开了 我相信在今天的这个世代 对我们来讲 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可以学习的地方 弟兄姐妹讲你清楚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有几个教会是常常被我们所祈祷的 其中有两个教会被人称为是典范的教会 第一个大家可能很清楚 在使徒行转十三章 那边讲到哪一个教会 安提阿的教会 对吗 安提阿的教会 他把他们教会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同工 一个叫保罗 一个叫巴拿巴 怎么样 拆开出去 但是安提阿的教会 有另外一个教会 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 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的内距离很强 他们想到他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 他们慷慨接纳 他们帮助他们 可是我们发现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没有领受那上帝宣教的行李 所以他们是关在家里面 所以神就透过那些逼迫 就透过那些患难 就把他们打散 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 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典范的教会 就是天撒摩尼迦的教会 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完这几节圣经以后 你会发现 被称为典范的教会 都跟宣教有关 我们从刚才所读的五节到第十节 我们可以说看到保罗他怎么样的鼓励 或者说保罗他怎么样的 赞赏天撒蒙连加的教会 这个教会 我深深的相信 也是今天在座的你跟我 我们都能够在生命前有一番学习 可以来羡慕的一个教会 好不好 我们在这时候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透过这几节圣经 我们再一次来进到你的话里面 来思考你自己的心理 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 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 你自己来触摸我们内心的深处 主啊当我们领受到你的话 领受到你祝你的道的时候 我们就来回应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带领 主啊还是在这个时候 也求你来纪念你的仆人 那不出于你的 因为让你的仆人一个字都不说 主啊那出于你的 主啊你让你的孩子不敢扣掉一句话 主啊我们把讲以下的时间都恭敬着教在你手中 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起码在这几节圣经里面 保罗是怎么样来形容天撒罗尼迦的教会 第一个他讲到天撒罗尼迦的教会 从五节到七节说他们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 我们看到天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开始 就讲到保罗希拉跟提摩泰他们就写信给天撒罗尼迦的教会 他们就向他们问安 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就看到他们三个人常常在祷告中怎么样 他们就为这所教会向神来感恩 不住的来纪念天撒罗尼迦的教会 他们在信在望在爱这三个方面所下的功夫 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我们刚才没有读 但是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就说保罗就祈祷 他知道天撒罗尼迦的教会是蒙神所拣选的 而且是活出那被拣选的生命 可以成为其他基督徒的榜样 从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一直到第十节 你就会发现一连三个因位这个字重复出现 这三个因位分别在五节八节跟九节 这三个因位正说明了为什么保罗讲到贴撒罗尼迦的教会 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是可以称为模范的教会 甲罗尼迦兄姐妹我们再继续看五到七节 这三节里面有第一个因位 因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在这三节圣经当中有一个联动的关系 你看第五节那边说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 那是保罗讲说他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 第六节你们领受了真道 就贴撒罗尼迦的教会领受了真道就怎么样就效法保罗也效法了主 然后第七节你们做了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 然后你再看恩爱华尼迦的代表 这三个关系是保罗他自己先做榜样 然后贴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就成为模范者 然后贴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就成为外邦人的模范 这中间的关系是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学一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看第五节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 怎样的为人是讲到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在台湾的校园团系受他们很深的影响 台湾的校园团系有一句话可以说是一个提醒 也是讲到我们事奉的优先顺序 他讲的这句话是只有六个字 生命 生活 工作 我们生命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见证 而我们生活的榜样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果效 我再讲一次 生命 生活 工作这个顺序 我们看到我们跟主亲戚是生命的源头 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从主来的 保罗他的福音工作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来见证所传的 保罗传给天撒罗林家的教会 不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边怎么讲 不但是用他所传的道 也是透过神的大能和十足的信心 没有错 他所传的道 神的大能是圣灵的工作 十足的信心 这些都可以叫福音传开 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 假如保罗的为人 刚才我们讲为人 保罗的为人 没有办法让天撒罗林家的教会 他们所幸福 你们会觉得保罗的工作有果效吗 在福所书四章一到三节那边 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与怎么样 与蒙召的恩要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个心 弟兄姐妹 我们所行的 我们所信的 是否与我们的行为 是相称还是相冲突 或者是说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所行的 是否是相称还是相冲突 别人一眼就看出来 不要说别人 自己家里面的人最亲 我的孩子常常跟我说 爸爸你还不是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 是保罗的为人 第二个我们看到 天撒罗林家教育的榜样 就是他们效法保罗 也效法基督 英文圣经用了一个字 叫Imitator Imitator这个字呢 是效法的意思 也是留心看的意思 你看到 希伯来书十三章的 第七节那边说 怎么讲 从前一听到你们 传神是到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仿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的为人的结局 这个结局 有好也有不好 刚才贾牧师说我年轻 我非常的感谢 我今天超过六十岁 我每次这样讲 我知道台下反应 是不是 当我六十岁的时候 我就想到 有一个牧师 那个师母 就送了他的老公 送了他先生 就是那个牧师 两个字 英文字 可能你们有人听过 叫Fishwell Fishwell你怎么翻译啊 假如英文是两个字 中文也要两个字 怎么办 有人翻得很好 叫做善中 你把位置 可是我自己在读 刚才希伯来书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字 似乎应该跟晚节 晚 是饱晚节 圣经上面有很多 在殿中侍奉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 以利 大家可能都很清楚 对吧 以利是谁的师傅 撒姆 可是我们看到 以利在殿中侍奉 他的孩子如何 圣经上是怎么样来形容 他的孩子 当人拿个基督到殿里面 来献起的时候 圣经上说 他的孩子 是拿个刀叉 先去插那个基督 怎么样 来寄自己的五张描 对不对 以利在他孩子的教育上面 他没有保晚节 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晚节 其实对我们这样的传道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再请弟兄姐妹 再继续看第六节 第六节里面说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谋着圣灵所持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现在弟兄姐妹 我知道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读这节圣经 你们发现这里有点怪怪的 你们觉得顺序 好像怪怪的 怎么是先效法保罗 再效法主呢 我给弟兄姐妹 我举一个例子 有四天二十三天 我相信大家很熟 二十三天的第六节怎么说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写着我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写着我 我到哪里 恩惠慈爱 在我后面 对不对 我在新西兰 恩惠慈爱 在我后面 我到澳大利亚 恩惠慈爱 在我后面 我回到我自己的国家 这恩惠慈爱 也在我后面 好不好 有谁说不要 可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这个 前后的顺序 不要忘记啊 你再去看诗篇 二三天的第二节 第三节 我相信弟兄姐妹很熟 第二节他怎么说 他领我在可爱些的水边 第三节呢 他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对不对 谁在前面 耶和华在前面 我们的神在前面 因为我们的神在前面 我们按照神的引导 我们按照神的引导 来走的时候 恩惠慈爱 才可以在我们后面 随着我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去读神的话 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你们可以读出 许许多多 很丰富的信心 我们再回到第六节 这篇讲到说 先效法法罗 然后才是效法基督 通常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当时先效法基督 怎么会是人呢 不可能的事情嘛 在这里却讲到 先效法人 才是效法主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不要忘记 当人看到主之前 人常常看到我们这种 传道人的嘴脸 我自己在准备 今天讯息的时候 我在神面前我就反省 我说神啊 是否因为我 而拦住了人 来到你的面前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是否没有像保罗那样子 效法你自己 有的人说 我们基督教的道 是经得起听 全经不起看 你懂我意思吗 常常 或者这样讲 不是我们的信仰 或者是我们的道理问题 而是我们这些人 没有完整地 活出神的道来 我们选择我们要 我们不要的 我们就可以在旁边 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就不做 所以人看到的 不是一个完整的信仰 人看到的是一个 支离破碎的 所以那些还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就不会羡慕 我们所信的这些神 我们再看到 Imitator这个字 你去看 Imitator这个英文 这是个复述 表示天撒农林家的教会 他们是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都是 耶稣基督的魔防者 他们都是基督的跟随者 而不是只有一个人 或者是说 少数的几个人 他们愿意 所以这个教会 我们看到 就因着保罗 他所留下为人的榜样 再加上这个教会 他们愿意来学习 所以整个教会 我们的看见 就开始有动作 整个教会就开始改变 他们就有了见证 我们再看到第七节 这是你们 做了马其顿 和亚盖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天撒农林家的教会 他们不但是 自己效法基督 他们还成为 其他地方的榜样 做了马其顿 跟雅盖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 榜样这个字很有意思 假如你去了解希腊文化 榜样这个字 原来是在 在拉罕的上面 盖印的那个动作 所以那个印一盖下去以后 那个痕迹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保罗他就用 这个盖印章的这个动作 来形容贴萨罗林家的教会 他们留给世人 或留给其他的人 那个深远的影响 同样这个字你再去看 他是讲到A model 是一个单数 是一个讲到贴萨罗林家的教会 是整个希腊地区那边怎么样 信徒的榜样 所以我们看到以上 这三个联络的关系 从保罗的怎样为人 我们看到贴萨罗林家的教会 他们是怎么样来效法保罗 效法基督 以至于贴萨罗林家的教会 他们可以成为外地人的榜样 我讲个见证 就是去年的今天 365天之前 有一教会他们 3月29号叫做青年主日 那天的见证的 在台上讲到的是一个年轻的知识 这个年轻的知识 他就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为什么我每次到厕所 到男生厕所 不是女生厕所讲清楚 先讲清楚 他说为什么我到男生厕所去 看到那个插手指 在那个装垃圾插手指的地方 快要买出来的手 他说我也不管 那边张牌是不干净 他一定用他的手去爱 你明白吗? 他就把他插手往下爱 爱下去以后 就留下比较多的空间 给后面的人来使用 他说其实也不是他第一个这样做 他说当他做学生的时候 他有一次上厕所 就看到前面一个指示 他就是这样做 别人上厕所 用过的插手指就往那边丢 反正管团的口袋会轻易 他也不管那边是买了出来的没有 还是怎么样 他就往那边丢 他说他看到这位指示 不是这样做 他先用他的手把的按下去 因此这位年轻的指示 他当时当学生的时候 他就学在心里面 他就看在手里面 他就坐在手里面 后来有个人 就讲到完了 就去问那个老指示 他说你以前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那个实在是很障碍 他说不是啦 他也不是我是第一个这样做 他说有一次我上个男生厕所 他说我一进去 看那个画面 让我非常震态 干什么呢 教会的牧师在修男生的小便室 明明管堂的伯伯可以修 但是牧师就起了 那个管堂伯伯年纪大了 所以牧师就说我来修 结果牧师怎么修呢 牧师一百八十几公吨 个子好高啊 那小便室又低 对不对 他就跪在那边修 丢姐妹你知道吗 他跪在那边修 小便室在哪里 在他脸上面 你可以想想的味道不同 但是从那天开始 那位老指示 他在教会里面 他就甘心乐意的示茂 我们看到一个牧师 他的影响已经带出了第三代 所以允许我在这边斗胆 跟我们NOSCO进行会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 愿我们自己在生命前 我们有这样的励志 我们的为人也留给我们下一代 一个正面的学习的电饭 我自己目前服事的拆会 刚才牧师有介绍 是国际关怀协会 我们国际关怀协会 在工厂 我们有两个策略 一个就是开荒 步道建立教会 门徒训练 另外一个就是用专业 来宣教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要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在那边愿不愿意 来学习贴沙罗尼加的教会 我们的宣教是 是否愿意像保罗一样 或者是说 我们的宣教是 愿意在工厂 让人看到榜样 看到效法基督的样式 或者是说 看到保罗是怎样的为人 我讲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 我去年 医院的时候 我带了澳大利亚的西基兰 一共有八位的弟兄姐妹 到建筑寨 我们在那边有 差不多十天的医疗宣教 我们在那边开始 每一天的中午 我们都会吃饭盒 但是那个饭盒 那个饭量真的是够大 我们也不可能吃得完 可是每一天中午呢 在那个村子里面 就有一些年轻人 一个小朋友 就跑到我们这边来 就跟我们一起吃饭盒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 就把我们盖骨的千一盖 就给他们 但是来了 那个男生呢 心比较厚 所以他们都是男生 只有一个小女生 可是这个小女生呢 跟那个男生呢 就隔得很远 你知道你一看这个小女生啊 几个字来形容 同头垢面 真的是又脏又丑 也没有穿鞋子 大概是到了最后一天了 慢慢比较熟了 他就来拉我的衣服 他不讲话 他就直直远方 尤其姐妹 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什么 可是当他到我前面来的时候 你知道一股恶臭 就走冲冲上来 你知道在我心里面 马上就有一道什么 自我防卫的那个墙 就起来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宣教师 就走过来 就蹲下去 就抱着他 尤其姐妹你知道吗 当时我看到我们宣教师 那个动作 我眼泪掉下来 我跟你讲 我无地之龙 当我们说 主耶稣讲 让孩子到我这边来 可是我的动作 却拦住我的孩子 在我心里面 我一直一直 每次想到这样的事情 我眼泪掉下来 我说神啊 我怎么会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 刚刚在诗歌里面 纪念到主耶稣的 为我们死 可是祂的来 不就是道成又生吗 主耶稣的道成又生 就是完全认同我们这些 原本不配的 今年一月我又去整个战 我带了九位弟兄姐妹 带那边有 也是将近十天的医疗故事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孩子 我就问我们宣教师 这个孩子呢 我们宣教师 我们宣教师 归答我们的句话 他说 看得到他 必看到他来得好 在建筑寨 差不多有八到十万的 小孩子 被卖掉成为性的秘密 这个孩子 是一个无价可归的孩子 这个孩子 住在庙里面 这个孩子 当然不可能 像我们每天可以洗澡 不止一次 甚至好几次 对他们讲 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这个孩子 是个哑巴 亲爱的女友姐妹 我想要弥补的机会 都没有 我们继续看 九到十节 贴撒罗里加的教会 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教会 第二个因为 九到十节 在屏幕上面 我列给大家听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过他儿子从天降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 将满分的耶稣 保罗在今天 他称赞贴撒罗里加的教会 第二个因为 是因为他们的改变 贴撒罗里加的教会 他们离弃 偶像转向神 他们服侍神 等候主的在来 天撒罗里加教会的信徒 他们信了主之后 他们的生命有一个 180度的改变 他们信徒之前 他们酗酒 他们淫乱 他们犯那儿任意妄为罪 但是信了主之后 圣经上这边说保罗讲到离弃 这个字有决断的意思 除了决断 还有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 那个看为是甚好的原型 今天我们 在一开始敬拜再美的第四首诗歌 如因展示上腾 里面有一句歌词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记不记得 那边说 恢复神造我们荣美的形象 当他们离弃偶像 他们转向神的时候 他们就恢复 往那一个神造我们荣美的形象 往那地方去走 所以天上人家的教会的信徒 在接受基督为主之后 就立刻脾气偶像 不再念向假神 有一个神的老仆人 叫做崇宗道牧师 他讲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神造我们 只造一张脸 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这张脸 念向真神 我们就怎么样 就背向假神 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除了我们都知道 偶像是假神之外 弟兄姐妹 真的我们不要忘记 偶像也可以是那些 占据我们所有的 身 心灵 时间 和金钱的那些人 事物 不是吗 我自己以前是学七三七的 以前啊 电脑 你要看看七八糟的东西啊 你起码电脑要打开 对不对 你才看得到 我说现代的人啊 都中了电脑的东西 你说我等下讲 你们看是不是 我现在在座的很多人 都有这个智慧型的手机 我不要讲哪个牌子 每个人说我自路性行销 很多人在手机上面 都有WeChat 微信 对不对 或者其他的一些APP 我请问 当你的手机 信号下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牌子 马上看 对不对 我刚才说 以前 电脑 你起码要打开 要call on 整个以后才看得到 现在怎么样 手艺画 什么都看得到 现在听听姐妹不是吗 我们 很难有立刻不看的定力 这些东西 深深的绑住了我们 也会成为我们的五项 让我们就沉迷在那里面 我们愿意接受改变的 在伦敦的 外斯特林斯的大教堂 他们后面呢 有很多的墓碑 那他们叫做墓碑林 那其中呢 有一块墓碑上面 他刻了这样一段话 上面是英文的 我把中文这个 念给大家听 可能有弟兄姐妹 或者在哪里有看过 他说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想象力 从没有受到过限制 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 我发现 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将目光缩短了些 我决定 只要改变我的国家 他说 当我进入暮年 就是当我进入老年的时候 他说 我发现 我也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 他说 我最后一点点的愿望 就是希望 能改变一下 我的家庭 但是 我发现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行将旧目 就快要死掉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 就是改变我自己 然后做一个榜样 我可能有机会 可以改变我的家 在家的帮助之下 鼓励之下 我可能 可以为这个国家 做一点事 然后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 改变 这个世界 的确 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们不敢信呼的 今天的教会 我们不能够否认 有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信耶稣 因为基督教很好 因为什么 有平安有喜乐 老公公应允 但是若希望 我们生命被改变 我们生命成长 我们的生活被改变的话 只把基督 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一个小部分 当我要他的时候 我就说来来来来 我要这个要那 你为我成全 为我成就 等到用完之后 就像一次性的参盘怎么样 水手去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信仰 其实我蛮担心的 这样的信仰 依然是我自己做主 这样的信仰 是否能够得救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接着我们再看到圣经 天撒罗林家前处这一篇 讲到马其顿 和雅该雅的信仰说 天撒罗林家的教会的榜样 是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你知道在新约那个时候 他们的功能有两种 有一种功能呢 是自由的功能 他们有固定的功词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他们是准时的上下单 他们可以回家的 另外一种功能呢 是卖身给那些主人 是奴隶 他们不能够自己决定什么 主人叫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他们没有决定权 所以保罗就欣赏 天撒罗林家的教会 说他们对主的态度 就像那些奴隶一样 他们用他们全部的时间 用他们全部的精神 来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又真又活 反面是什么 又假又死 对不对 假如我们生命没有改变 我们岂不是又假又死的生命吗 我们给又假又死的生命 我们能够侍奉 我们能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吗 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十节 他们等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 这里的等候是不断的等候的意思 基督不但为我们死 复活 而且还要在 刚才贾牧师也特别提到 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纪念处是进到那个受难中 当主耶稣他往各个他的路上走的时候 主耶稣是为我们死 我们等候主耶稣的在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若是主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就是王 主耶稣若是没有复活 我们今天不必坐在这个礼拜 我们都可以回家去 但是我们看见 在这边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 是不断的等候 因为当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愤怒 这个愤怒是因为神对罪的一个证悟 那时候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拯救 救赎是一次成功的 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 拯救 我从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里面讲到 我们的主耶稣 他在过去 现在跟将来 他都要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他要救我们 所以帖撒罗林家的教会 耐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他也被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信徒说出来 也得到了保隆的应许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模范的教会 在这段神经里面 起码我们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他们效法基督 第二他们是怎么样 在圣经这边说 刚才说到什么 他们效法基督还是什么 我怎么忘记啊 这是改变生命的教会 第三个我们看到第八节 他们是一个传扬主道教会 最后我们看第八节是第三个因为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 你们像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主的道从贴撒罗伦家的教会传出去了 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这是保罗称赞他们的原因 贴撒罗伦家的教会 不只是停留在第六节里面 他们领受了主的道 就到此为止 他们没有 我们看到保罗当初 他看到了马其顿异象的时候 他就将福音带到了欧洲 当他到了欧洲 我们看见福音没有停留在欧洲 我们看见福音就从欧洲到了美洲 福音就从欧洲到了亚洲 福音从欧洲当然到了我们中国 福音也从欧洲到了大洋洲 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地方 去年是福音进新西兰200年 我们说1814年 当福音第一次进到新西兰的时候 我们看见福音并没有指停留在新西兰 我知道 我们North School进行会 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North School进行会 假如我没有记错 那个Founder 过去就是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 所以我常常就是为 North School进行会 向神感恩 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华人 似乎也是受到新西兰出去的宣教士 多少不论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 这是有进也有出 所以为什么这是我们国际办法协会的意象 福音要进中华 福音也要出中华 当我们华人里做了主的道之后 我们华人不可以像某一些 把这个道具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要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神经 要像欧欧的教会 把神的道也要带出去 这是传扬主的道 我们再请听众姐妹再一次看第八节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 你们像神的信心 不但有马其顿和雅开雅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我不知道与我姐妹看到这一节 正经是否有注意到有两个传开 一个是天撒龙林家的教会 他们将主的道传开 另外一次他们像神的信心被传开 主的道传开是他们领受了认识命 但是他们像神的信心被传开 是他们的见证 我们看到天撒龙林家的教会 他们不但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教会 看重神的道的教会 他们也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 他们所传的道 天撒龙林家的教会 用他们像神的信心 像各种的信徒来证明了 他们所传的神和他们所信的神 所以是你讲保隆那边说 已经不用我再说什么了 你再看第八节 假如你看英文的NIV的单译 他是说对神的信心是指 Your faith in God 天撒龙林家的教会 是将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 他们不是在其他的人事物的上面 现在弟兄姐妹 平时无风无浪 大家都一样 可是当挑战来的时候 当困难来的时候 弟兄姐妹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 假如把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我们银行的存款 把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我们的房地产 把我们的信心 是在建立在所谓 你拥有的那个权利跟地位 甚至是把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弟兄姐妹 我可以跟大家讲 没有一样是神自己 没有一样是可靠 很可惜 新西兰还好 你看在墨尔本 每一年到夏天大火 一场大火 十分钟不到 王主见 你说你能把信心 建立在你的房地产上面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笑话 他说 我去记者 怎么现在的米币 跟真超一模一样 然后他打电话回家 他就说 诶 那米币怎么还在桌上 你带着去啊 刚才那十万到哪里去了 弟兄姐妹 钱稍微不见 不是吗 所以很可惜 没有一样是又真又活的神 最后我讲一个 我所认识的教会的见证就结束了 这个教会呢 这几年在财务上面 他们真的是神的恩典 也是弟兄姐妹就 纪念神家里的需要 每年都有一点点结语 可以偿还教堂 就教会购堂的一些贷款 那这个教会时间不长 就是十几年 可是这十几年呢 他们有一些日子 在财务上面 非常非常的辛苦 年年不够用 仔细去了解 够用跟不够用的中间 差别就在两个字 信心 那这个教会 它是个宗派的教会 所以他每一年 他把他们十分之一 祖日 改恩的十分之一 要给他们的总会 所以他们总会 拿到这些奉献 就去支持一些新唐的职力 或者开拓教会等等 那这个教会感谢神 他们在神面前就有个寻求 他们的意思是说 好 我们再拿出第二个十分之一 去怎么样 去支持 像在泰国的北边山里面的那些 很貧窮的那些小教会 或者有需要的地方 或者是支持宣教机构 支持神学院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当他们钱不够用的时候 你说他们会怎么做 因为总会的十分之一不能动 对不对 非给不可吧 那能动的是什么 第二个十分之一 不是吗 就开始打 你知道 越抬越不够 很奇妙 当他们观念一改变的时候 就发现神所预备的 常常是超乎他们所求所想 我们就发现上帝的法则 跟圣人的法则是不一样的 圣人的法则是我有多的给人的 圣人的法则是我不要的给人 但是上帝的法则是把他那 独生的爱死 他最宝贝的给人 不是吗 现在弟兄姐妹 第八节这个地方说 向神的信息 这是标准的 施比受更为融合的见证 你越给出去 我们就看见神就越给你 所以从第八节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贴沙摩林家的教会 他们的典范 两个传开 单单传神道 第二个传开 用他们所活出的信心的见证 来见证 来印证他们所传的道 所以从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 第五节到第十节 这端端的六节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在初代的教会所留下来的典范 圣经那边讲到贴沙摩林家的教会 他们虽然处在一个大难之中 他们虽然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 但他们却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 他们不但自己效法 而且他们还成为别人的榜样 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教会 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教会 这个教会他们生命是在不断的改变 他们一切偶像 他们归向神 他们服侍主 而且他们不断的在等候主的在来 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教会 他们的典范是他们临受了主的道之后 他们是一个宣要的教会 他们把主的道就带出去 他们不但是带出去 他也用他们的信的神 我自己在神面前 祷告 求神纪念我们 NOSCO建讯会 当有一天 我们回头过来 看到二十一世纪的NOSCO建讯会的时候 我们NOSCO建讯会 也是被神所经验 也被神认可 是一个模范的教会 弟兄姐妹也说 那是一个模范的教会 我们要跟他们学 我们一起祷告 下午中感谢你 谢谢你再一次 有情人 你的话 来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面前 都愿意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愿意在这个模范的教会当中 我们有份 成为一家一份子 我们不但向外传入道 我们也用我们所喜乐 来见证我们所信的大 求神帮助我们 不断的改变我们 我们一直等候我们的家 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的花里 谢谢你 这样祷告 供我主耶稣基督的人求 阿们